第六個學到的東西 第六個面試學到的東西就是我們的履歷 就 第六個學到 第六個面試學到的東西就是我們的丟 第六個在面試學到的就是丟禮 第六個學到的東西 第六個在面試學到的東西就是丟履歷 在求職平台上是不用錢的 我們就直接狂丟把它當做tinder 就一直丟一直丟一直花一直花 因為你要他不一定他要你 所以你就只能增加多一點機會就一直丟 反正是免費的 tinder還要錢 求職我們不用錢 你直接全部丟 狂丟丟到後面出事情了 我就一直丟馬丟到104求職平台 我就一直丟馬丟到後面 我就一直丟馬丟到後面那個求職平台就把我封鎖了 他封鎖我的原因是什麼呢 他說我的履歷上面寫的 好像是我在增人 我好像是企業在增人 因為企業增人好像要給這個平台錢 那如果你這樣子一直增人 他就沒賺錢 所以他以為我在增人啊 這真的很神奇 我看起來很像在增人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們就打了一通電話 然後確定說 我們那個履歷好像哪裡誤會 要改什麼東西 那我們就改完之後 後面就沒事了 所以真的履歷頭不用錢 就一直狂丟就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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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